今年4月份以来 受疫情的影响 生产暂停物流受阻挡困难 一直使得船舶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5月份逐步恢复生产以来 目前我国各大造船基地生产进度全面提速 在上海长兴岛的中国船舶沪东中华造船基地 这是一艘正在建造的液化天然气引输船 这种船型是今年订单中最多的船型 工人师傅告诉记者 最近上海持续高温 为了确保高温季节的安全生产 他们细化工作措施 全部员工错峰工作 主要工作时间集中在早晚两个时间段 上午的时候从早上5点工作到11点 下午从5点工作到7点 重要的工作工作到9点 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员工的操作技能的培训 使得我们以前要三个星期才能检测完的实验 缩短到两周 在中国船舶外高桥造船厂的邮轮生产线 由于疫情原因 船东方专业负责人无法抵达现场 他们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开展抱怨工作 这样既节约了时间 样板舱建造的设计和质量也得到各方一致认可 据了解 目前我国三大造船基地的生产都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 从这个黄渤海湾地区 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三大造船集群的目前生产情况来看 未来我们有两到三年的工作量已经非常饱满 现在我们三大造船集群呢 各个企业都非常繁忙 大家都在精心组织 占高温 全力以赴完成全面的生产精英任务